告诉大家 历度母 所有的度母 几乎都是最好相应的一尊 最容易相应的一尊 因为他是本身 他的来源 他是观世音菩萨 流了两滴眼泪 留下慈悲众生 流了两滴眼泪 一滴就化为历度母 一滴就化为白度母 白度母跟历度母 两个是姐妹 告诉你 历度母谁相应 修行容易相应 大成就者 释迦牟尼佛 他坐在菩提树下 历度母选现在他的顶上 阿姆大泪 主大泪 主泪 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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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历度母 这历度母念了一个咒 佛陀 开悟 跟历度母相应 释迦牟尼佛 也是 度母跟他相应的 再来 莲华生大士 最有名的啦 莲华生大士 大家知道 莲华生大士 他的上师本尊 就是师面空行母 师面空行母 也是度母 他的凡名叫 仙东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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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师面空行母 莲华生大士 也是跟度母相应 龙树菩萨 我们讲过的龙树菩萨 最早跟他相应的 就是历度母 还有呢 阿底侠尊者 阿底哈 阿底哈 阿底侠尊者 也是跟历度母相应的 阿底侠尊者是从印度 到了 斯里兰卡 然后从斯里兰卡 坐船 到了 印尼的 丹碑 拜这个 金州大师 为师父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找到 历度母 他跟历度母相应 还有 白教的 地洛巴 跟历度母相应 那洛巴 也是跟历度母相应 夜称菩萨 跟历度母相应 亲伴论师 跟历度母相应 阿底侠尊者 跟历度母相应 金州大师 跟历度母相应 哈马巴 跟历度母相应 那么多的 伟大的尊者 都是历度母 你说历度母 伟大不伟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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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